今天早上在巴黎引起轰动 安妮·达尔哥市长向世界展示奥运会活动的核心 塞纳河是可以安全地游泳 市长冒险与巴黎2024奥运会总理和其他爱好者 一同加入塞纳河试泳的行列 这是一场可以让时光倒流的奥运会 塞纳河曾经作为巴黎人的公众泳池 但如今被禁止对公众开放 已历经一个世纪了 现在被计划作为奥运会一些赛事的举办场地 包括铁人三项的鄙视 为了让它能够再次被安全地使用 一直是个当局想达成的任务 酝酿了九年 价格超过十亿美元 透过大规模的清理工作 和巨大的地下水槽 用来收集暴雨坐篮时的雨水 以至减少污染 巴黎官员表示 他们的努力已经奏效 一些美国人则亲自来测试它 虽然塞纳河的水质 偶尔会不适合在旗内游泳 尤其在大雨过后 这种可能的气候状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马拉松和铁人三项的游泳项目 预计将会在河里举办 连同一个史诗般的开幕式 运动员们乘船沿着塞纳河游行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体育场之外来举办 这样的创新之举 能让今年的整个奥运会 创造了几世纪以来 一个极为了不起的成就 就让我们一起尽心期待这场盛典吧